别人喜欢欺负你,不是因为你弱,而是这几个原因,俗话说,马善被人起,人善被人欺。 一个人太善良了,就会被人当成软柿子,做人要适当拒绝别人,忍无可忍,无需再忍,道理我们都懂,但是总有一些人,一辈子都被人欺负,不敢吭声,最后失去了利益,没有出息,你总是被人欺负。 也许是以下这几个原因,不要责怪别人,对你太不友好,要多从自身寻找原因,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,还要活得硬气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从来不懂拒绝,让别人得寸进尺,苏寻的六国论中写道,今日歌舞成,明日歌时成,然后得以息安情。 人性中就是如此,越是容易得逞,越会贪婪无厌,这个道理,古人早已看透,与人相处,同样更是如此,如果自己从来不懂拒绝,凡事总是有求必应,或者根本不顾自己的感受,怕拒绝会伤及对方面子,殊不知越是如此,越会让别人得寸进尺,不管什么事情,一旦你没有,让对方满足,就会怀恨在心。 没有丝毫的感恩之心,还会对你牙字必报,现实就是如此。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关系中,如果总是一味的妥协与退让,自己心里想的是,在乎与珍惜,对于别人来说就是理所应当。 于是,不管你有多委屈,对于别人而言都不会在乎。 相反,如果你不满足别人的要求,就会让别人觉得不给面子,或者看不起自己,反而会找出各种借口责怪你。 人性中没有底线与没有分寸的善良,只会纵容别人无限的欲望。 如果自己能够懂得拒绝别人,凡是多考虑一下自己的感受,反而更容易经营好这段关系。 善良,但没有锋芒,人善被人欺,马善被人欺,这是现实社会里不变的道理。 善良本身应该被歌颂,也值得被尊重,只不过太多人误解了善良的含义。 真正的善良是善待别人,同时能保护好自己,而不是漫无边界,变成了懦弱的程度。 在我们挥洒善良时,首先要明确原则和底线,一旦发现对方并不值得,且有了伤害你的迹象,就要及时止损。 那些不佳选择,明明被他人欺负,却还要笑脸相迎的人,在别人眼里就是极其软弱无能。 一旦树立了弱小的形象,别人自然会得寸进尺,肆无忌惮,我们的生活也就永无宁日,希望我们在保持善良的同时,都能看清人性的本质,不要再一意孤行,感动自己,在必要的时候,学会拒绝他人的恶意,保护好自身,至关重要。 你不允许自己受到一丝伤害,他人就不敢造次,在此基础上好好对待别人,才是真正的善良,你害怕冲突,你被人欺负,在于你不敢谅见,那么,别人说的那些嘲讽你的话,羞辱你的话,激怒你的话,都会被你默默咽下。 而别人因为说的顺嘴了,也就习以为常,慢慢地可以在公开场合调侃和戏谑你,有时你的退让和谦和,只是在助长这些人的嚣张气焰,而非保护你自己。 记住一句话,你身边90%的人,你都是得罪得起的,就连少数我们的亲人,朋友,同学,都会高高在上的戏耍和欺负我们,我们又何苦? 为了所谓的和睦,放弃自己的尊严呢,他们不在乎你的感受,但你要知道,你的地位不容侵犯,而你身边的所谓亲近的人,除了极少数的人,其他的都是可以替换的,当他们不能给你带来更好的感受,更深的连结,让你变成更好的自己时,请果断退出他们的生活,如果被欺负了,别碍于面子。 人家都凌驾在你头上了,那就开撕,不要怕撕破脸皮,也不要担心冲突,你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,喜欢做老好人,没有自己的态度。 俗话说,帮忙是情分,不帮是本分。 与人交往,有些人把帮助别人当作是自己的本分,认为遇到有人求助时,自己不去帮忙,就会对不起对方。 其实,这是一种错误,在这个世界上,谁都不欠谁,能够帮忙是情分,自己没能力帮忙,或者是无法帮忙,并不是一种错误,没必要自责。 因为当你总是没有原则地帮助别人,从来没有自己的态度,那么在别人眼中,或许就是一个老好人的角色,会觉得你非常好欺负,而且不用付出任何代价。 在这个世界上,并不是所有人都珍惜你的付出,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于你的帮忙而心存感恩。 他们一旦习惯了从你身上不断索取,就会当作理所当然,最典型的莫过于生米恩,斗米仇。 你本来出于善心去帮助对方,最开始对方对你的非常感谢,可是当有一天自己没有米借给对方时,往往对方会容易反目成仇,将所有的错误都推卸到你身上。 在职场中,更是如此,一旦你被贴上了老好人的标签,所有人都认为你是人畜无害,不管是谁都会欺负你,从来不会对你的善意给予感恩,与之相反,一旦你在为人处事时有了自己的态度。 并不是每一次都去帮助别人时,反而更容易让一些人珍惜你的付出,因为当你每一次都轻易付出时,在别人眼中就会变得非常廉价。 请记得,一定不要让自己成为老好人的角色,要依照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人,凡是要懂得适可而止,才能真正赢得别人的尊重。 做人没有底气,有钱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,这样的观点,越来越多的人都认可了。 现在的社会,没有钱寸步难行,有了钱,才可以过上自己的理想生活,在一个群体之中。 那些说话比较响亮的人,往往是有钱的人,有钱的人,说什么都是真理,大家都会相信,因此他活得更有信心。 在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,我们不难发现,那些有钱的同学提出的建议,大家是一呼百应。 那些没有钱的同学,说什么,大家都不去理会,也许你以为这样的行为是势力眼,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,人往高处,谁往低处流,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越来越有钱,因此主动靠近有钱的人,也许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。 一个没有钱的人,说话都没有底气,做事没有信心,在受欺负的时候,就只能退缩,不敢和别人较真,比方说,一个乞丐。 拿着破碗到处乞讨,常常被人训斥,乞丐只好忍气吞声,去下一家乞讨,不敢和别人对骂,其实,一个没有钱的人,真的不要小看了自己,只要心中有理想。 要紧牙关去奋斗,总有一天,也会变成有钱人,别小看了自己,别总是对别人唯唯诺诺,你和有钱人打交道,不一定能得到帮助,也许别人还会踩着你。 因此,挺直腰杆做人,别人才不会欺负你,对别人依赖性强,不懂得靠自己,真年头,靠谁,都靠不住,会寒心,但是在一个人的潜意识里,有人拉一把,做任何事情,都会事半功倍,会更加容易做好。 比方说,你要开美食店,如果遇到了一位做美食的大师,指点你几句,还到你的店里帮忙几天,生意就可能一下子就好转了。 事实上,你依靠别人的时候,往往会被人牵着鼻子走,不管你做什么,都只能服从别人,另一方,别人帮忙的时候,不一定是真心的,也许是假装帮助你,然后利用你。 比方说,你想学美容,但是师父就是告诉你,一些简单的美容方法,一些深奥的方法,从来不告诉你,你就是帮助师父做几年,还是一知半解,结果自己拿着很少的工资,帮助,别人打了几年工,摆脱了依靠别人的思想,你就会敢于和别人较劲,在别人欺负你的时候,就会反抗,反正是无依无靠,何必再低头求人,真正的人生赢家,往往是破釜沉舟, 被水一战的人,没有退路了,那就只管前进,别在乎有没有靠山,人争一口气,福寿一炷香,一个人要善良,不要和别人计较,争执,但是有些事情,你不去争,那么你就只能吃哑巴亏,对于利益, 你起码应该做到守本分,不能让自己应得的一份都给别人拿着了,总是受欺负的人,往往是不敢说,不敢拒绝,不敢翻脸,不敢得罪人,虽然这样的做法,表面上维持了一团和气, 实际上是自己总是在受委屈,别人在洋洋得意,真的不要灭自己威风,长他人稚气,每个人都有成大气的潜能,从来不会低人一等,如果你愿意点头哈腰做人,那么你受欺负,也是活该,做人,堂堂正正,做事,干干净净,问心无愧就好,何必活成了别人的影子, 要学会做自己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